好为了避免有心人士为了支持特定候选人而签户籍 但实际没有入在户籍地却投票 意图使支持候选人当选 那花莲地检署之前也征结凤林灼溪幽灵人口的案件 多名被告是坦诚犯刑 那么检几调为了避免幽灵人口影响选举结果 陆续寄出了968封的通知单 善意提醒若前往投票小心触犯 妨害投票罪 九合一选举周六登场 由于花莲选情特殊 选举胜负常会有数十票之差发生 花莲地检署检警调为防范幽灵人口干扰投票 逐步查访辖内民众实际居住状况 以今年1月1日为标准 筛选出968名有签过户籍的选民即发宣导通知单 提醒今年新签户籍却为实际居住者 审慎评估迁移的缘由是否合法合理 避免触犯妨害投票罪 理论上呢民众如果有确实迁徙到这个花莲新的户籍地 他应该是收不到这些通知单的 因为我们是寄到这个选民原来的旧的这个户籍地 但如果这个选民他在这个原来的户籍地 他有收到这些通知单 那表示呢他有可能还没有实际的搬家 就是还住在旧的地方 但是这也不表示说你收到通知单 就一定是幽灵人口 因为他有可能两边都有住嘛 但是选民如果收到的话 他可能要自己审慎地考虑一下 他必须要去回想一下说 他自己这个迁徙户籍到底有没有正当的理由 是不是为了支持特定的候选人才去迁户籍 然后实际上有没有居住在新的户籍地 那如果他自己都会觉得说 自己有可能是幽灵人口的话 那就不要前往去投票 不要影响到这个投票的结果 那也避免去触犯法律 那这是本署以这个预防为目的 所对选民做的这个善意的提醒 如果任何人知道有一个汇选的信息的话 只要是可疑汇选的信息都随时 打080-002-4099电话给我们 那个查查汇选的都目前为止都有人在专线监听 那我发现在花莲地区这边的现金汇选工作 还是在我们查查汇选的暗信类型里面 比较大的一个比喻口 所以在我们查查汇选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发现有送茶叶有送颠风扇 那也有送西瓜的 那各式各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在我们查查汇选的过程当中 都有发现透过事先宣导的方式 剩余事后的查办 用这样的方式来避免幽灵人口 影响到我们选举的结果 让我们选风进一步的进化 花莲地检署统计 截至目前花莲查查汇选25件 8人积压4件起诉 今年凤林长桥里9位民众 及卓西谷峰村3人 检方训后12人坦诚犯刑 预知还起诉处分 这次寄送对象全是歉以户籍的民众 通知单内容为告知刑罚 第146条第二项妨害投票罪的内文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林俊廷补充 里岛也有寄送新签户通知单 不具法律效力 目的在呼吁选民自我审视 记者蒋方燕华林斯报导 期待科莲事邨 primer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